不算把環瓶制度送給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那我們可以看一個例子 以前廢棄物的再利用 就是在十年之前被環保署送給各目的主管機關 結果怎麼樣 事業廢棄物的再利用 都被拿來當作廢棄的掩護 它其實是在掩埋 但是它被拿來當作再利用的名利 以再利用的名利來掩護 那個廢棄自食 那之後環瓶受到各目的主管機關 在我們這樣子的一個行政風氣之下 也會拿來當作廢棄 以前在環保署就有廢棄的狀況 但是因為環保環境一直施壓 現在比較有更多的環瓶委員 在為我們的環境把關 連我市政院都受不了 讓環瓶制度真正的意義 是要讓開發單位還有各個政府單位 在決策政策的時候 就要事先考慮到環瓶 而不是把他們造假的環瓶說明書 拿到環保署 然後要求環瓶委員讓它通過 他們現在這樣的落法就是本末倒置 在危害我們的環瓶制度 謝謝看守臺灣 他很清楚舉到被欺負清理法的問題 所以現在環瓶制度的變更 其實就會佈上後塵 今天其實有很多地方的團體 其實他們都面對這些環瓶的爭議 環瓶的問題 我們請桃園賽地聯盟 蔡總正老師來跟我談一下 這邊的一個